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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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佩玲剛好18歲的 兒子貝 客人帶著花樣年華的年紀 絕對還是要 譜出的尊愛故事 才不枉費著 少男少女時代的大好青春 青夜 帶著你的愛情 帶著永恆的心 慢慢靠近我的心 10月1號晚上八天多座六 狗仔哥哥在台北公司街頭打獵時 突然崔佩玲的BMW 從陸行竄出 下車的是他剛剛考到駕照的寶貝 兒子貝克宇 而在此時 副駕座也下來一個 跟貝克宇年紀相放的女孩 根據咱們狗仔哥哥交叉比對 發現這個女孩是她 貝克宇同學 就是貝克宇 我們高中生就是 我們學校有規定不能定外 可是高中生就是最愛做這種 就是違反學校的事情 Savannah對貝克宇的生活去世 可以說是撩弱執掌 兩人的關係似乎是有達以上 好啦科普完了把鏡頭 再帶回到約會現場 從停車場走出來 一左一右各走各的 突然貝克宇就像個頑皮的小男孩 拉了一下女孩的小手 就快速鑽進餐廳 小兩口坐在戶外的座位區 兩小無猜有說有笑散發出 濃濃的塵埃氛圍 大約在9點30分左右 吃飽喝足離開 走回停車場的路上 兩人還是各走各的 不過走著走著 貝克宇似乎是 按捺不住內心的愛火 過馬路時突然想 霸道總裁上身 一把抓著Savannah 手腕守護女孩 過馬路的安全 之後貝克宇跟補衛千里挑挑 把Savannah送回三峽的巷 然後她在獨自返回新店 貝克宇和Savannah度過了 如此清新浪漫的夜晚 但回到家裡 卻被媽媽崔佩儀維持抱怨不斷 她有時候一整天跟我在一起 妳今天還好嗎 我說妳都在我旁邊 妳看我今天 她說她不知道是跟我說什麼 崔佩儀前陣子才公開抱怨 跟兒子貝克宇在家 雖然相看兩不厭 但卻無言以對 酷愛音樂的貝克宇 從小跟著媽媽上通告耳濡目染 也喜歡著五光十色的表演舞台 立志當王力宏的學弟 預計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 就會飛到美國 就讀Berkeley音樂學院 沒有 我沒有讓我媽陪我一起 早晚就要走到這一步 因為她叫她也要討老婆 我不能跟她老婆 崔佩儀雖然不捨 但尊重兒子的選擇 現在一家三口 把握貝克宇出國前的 最後時間相處 成年的貝克宇也抓緊時機 在離台前奮力把眉